两年过去了 你现在见到我 是不是都不来电了 你还好意思说 今天这么厉害的吗 可能是天气干燥吧 你 你身上电怎么这么多啊 你不是也一样 我都说了这么多次不行了 你为什么就是不信呢 到底哪里不行 你说说看啊 我列举的理由还不够多吗 我跟你说 这就不是在云马 要是在的话 你早就被我开了 那得回云马去啊 还有 我不是你的下属 你是我给你总监的架子 丢事乱事 听习惯就好了 小卓 你怎么出来了 我要是再不出来 就要打110了 小裴 在 剪刀和彩纸刀 是你收起来的吧 做得好 替我父母感谢你 挽救了他们的女儿 简直就是不可理喻 薇言 你说我好好的云马总裁不做 跑到这儿来遭这个罪干嘛 八小时的快乐 好 好 我错了 我就不应该听李明成的话 还要一起吃饭呢 气都气饱了 咖啡呢 我现在就是后悔 我太后悔了 你老板 这样没事吧 你们这附近 有没有什么好吃的 我请你 吃饭 那 就这么放着他们俩不管吗 就得放着他们不管 他们才能和好 走 这里一次性的杯子都没有吗 用这个吧 谢谢 不用谢 反正用了我也会砸掉 C.C小姐 可以成熟一点吗 我就是因为成熟 才把杯子放桌子上 而不是砸你脑袋 算了 又开始了是吧 我再最后说一次 这次联名珠宝设计 就用吴征大师 最不盛名的风景系列 不要再变了 请问你的结论 是有数据支撑 还是仅凭你的主观意端 风景系列已经是他 十多年前的作品了 吴大师作品真正的价值 是在于他对自我不断地突破 突破了 然后呢 成功了吗 经典之所以是经典 就是因为他广为流传 你到大街上拉十个人 跟他们提吴征 九个人都会说到他的风景话 这就叫国民度 那艺术的事也要指上大众吗 你这么喜欢讨好大众 你干脆去办选秀啊 你从第一天认识我的时候就知道 我是一个商人 不是什么艺术家 我以为你多少会有点改变 没想到却是变本加厉 比得上你吗 远走高飞 独自美丽 两年过去了 我看你倒是跟我妈越来越像了 一身风骨 百无用处 你 算了 这根本就不是沟通可以解决的问题 对 还有什么好沟通的呀 反正越说越错 还不如不见面 没想到两年过去了 我们都成了对方最讨厌的人呢 是啊 怪不得你说不要和好了 我问你啊 两年过去了 老婆 你现在见到我 是不是都不来电了 你还好意思说 今天这么厉害的吗 可能是天气干燥吧 你 你身上电怎么这么多啊 你不是也一样 跟你想个办法呀 大概是灯泡坏了吧 备用的灯泡 在你旁边的柜子里 我问你啊 要是宁飞回来了 你还会把经理分给我吗 我就知道是这个答案 你见过宁飞了 什么时候 这重要吗 反正我现在知道该怎么做了 知道了啥 少过往乱来听到没 你们才给我少乱来呢 下班了就去酒店啊 这点钱都省 小姑娘 这种男的更不得到 大姐您说得对 我马上带她去分类 走 记住了 一定要分类 记住了 现在的年轻人哪 看到那个垃圾桶没 自己选一个吧 你 你 在我看了 你应该算是 可回收累的 为什么呀 是因为我有利用价值吗 当然不是 因为是一次性的 喂 你一定要这样气我嘛 不仅仅你会走吗 你 你气我我也不错 你 缠烂了 怎么样 满足没 开心给我八小时了吧 求求你 我已经尽全力满足你了 你就放过我吧 今天 那个 你知道不可回收垃圾 会怎么处理吗 会先运到工厂彻底碾碎 再扔进八百度高温焚炉焚烧 或者就地挖 这你等等等等 你要是敢对阿宁动什么手脚 以下三选一 就是你的下场 开什么玩笑 我怎么可能对他动什么手脚 你 反而那么大干嘛 最好没有动什么手脚 你觉得你身上有咖的味道 总之 大人的事 别牵扯小孩 这样至少 还能说一句明天见 明天见 为什么要不相事 为什么要亲她呀 这样不是更没完美了呢 好 我